國內的中華職棒 今年的例行賽事剛結束 不過就有球隊馬上是進行了人事移動 因為今年本季戰績不理想的統一師 是宣布釋出了5名球員 對 那麼這5個球員就包括了 2011年是對首輪選進來的 旅日投手黃志龍 還有呢 這個球技在二軍 拿下救援王的李偉華 李偉華本技師表現相當 又贏拿下了技師的救援成功 表情嚴肅的 從聯盟人員手中 接過今年終止二軍的年度救援王講座 前統一師投手李偉華 穿著便服來到現場領獎 因為前一晚李偉華收到了 統一球團的世主通知 左投的李偉華本季在二軍出賽23場 拿下7次救援成功 不只幫助統一奪下二軍總冠軍 也榮登救援王 但身為統一極力栽培的左投 李偉華6年的職棒生涯 在一軍的成績只有6選3半 防禦率4.99 遭到釋出後 李偉華坦言前一晚完全睡不著 但他沒有放棄 還想繼續打職棒 而其他在球場上奮戰一整年的球員 同樣也會獲得獎項肯定 由棒球記者們票選的年度獎項 入圍名單已經出爐 至於誰能獲獎 年底的頒獎典禮就會揭曉 Udentv 吳嘉佑 正位仁 泰北報導 實際上 約束之後 by入圍名單